上班時間打電腦感進度 辦公室中男男女女都在認真工作 就為了每個月的薪水 現在財政部也有最新統計 打開財政部性別統計分析 109年男性平均每人所得約65萬元 女性人均所得約42萬 性別差異倍數縮到1.5倍 比上一年縮減0.1倍 至2009年以來超過10年的最低水準 有些行業可能就是男生會比較吃香 那你自己會覺得 女性一直下有裁縫 我覺得有 因為在社群上面也可以看到 就是比較多人會為自己發聲 我覺得還好 女孩子有些也還蠻高的 對 不見得說一定是女孩子會比較低 不少民眾也有感 確實還是得看職業類別 不過仔細看 在鼓勵所得上男女差距1.68倍 執行業務所得兩性差到1.79倍 都算比較顯著 專家也分析原因 律師或者是藍領的技術工上維修的這個黑手 或者是餐廳的這個主廚大廚 可能還是隱瞞性勞工的這個比重是比較高的 比較懸殊的情況下 自然在執行業務所的這邊 男女的差異是比較顯著一些的 不過確實 男女平均所得差距已經是史上最小 顯示男女在職場薪資似乎慢慢拉近距離 三零熊莫國王張阿軒台北報導